我们对于大臣 净土进行 我们对于如是道都进行 都是一念进行 对于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我们也是一念进行 要培养心中 纯净纯善的火起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理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居士微信 26682135 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偶尔意见不合 吵吵闹闹 哪有真的对立了 不可能 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是地球 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 我在国外这么多年 有些人们就发誓 你的过际神 我说我跟你是同像 我是地球人 我们都住在地球上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定要互相尊重 要互相亲爱 要互相关怀 互相照顾 互助互助 我们所思 所做的 所谋求的 是地球人类 全体的利益 不是某一局部的 更不是个人的 整体的利益 我也有一份 这是中国老祖宗 圣贤教导我们的 是如是道 教导我们的 是所有宗教 今天都是这样 教我们的 我们要相信 我们不能分别 不能执着 成为社论里面讲 信者 于是德伦 提出三大纲领 这是真实 那大臣经里面所讲的 诸法实相 那整个宇宙的真相是什么 这是哲学的问题 这是科学的问题 究竟的科学 究竟的哲学 在大臣经里头 这是真实智慧 你才能认识 宇宙万有的真相 得是道德 能是能量 整个宇宙 不外乎 这三大类 这三大类融合在一起 得在哪里 得在实里头 能在哪里 能也在实里头 那一德为中心 实在哪里 实在德里头 能也在德里头 一二三 三个一 全宇宙啊 那佛法 大臣经上讲的 智慧 等等 那 是 就是真实智慧 本经 讲三个真实 真实之计 是讲的 是 真实智慧 真实利 真实之利 是实的 真实智慧 也是实的 这三个字 包括 对于 这三个字 真 人 要 人 是承认 是接受 大身 深到基础 完全肯定它 接受它 学习 奉行 达到 终极的目标 阿 罗 是 学而实习之 不易悦 学习当中 得到 真正的 罗 二 后面这个 愿望 这个愿望 不是对 世界法 世界的 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放下了 我们的欲 改变 放下了 向着 是他们 向着 真实智慧 真实之机 真实之利 我们这个欲望 过去 这个欲望 是对自己的 是自私自利的欲望 现在我们 把自私自利 完全放下了 我们的欲望 是对于 全宇宙的 大臣教里面讲 是变法界 虚空界 我们的兴趣 转了 念头 转了 为什么 现在我们 终于明白了 法界 虚空界 里头 万事万物 自信 所身 所信 自信 是能生 能性 万物 是所身 所信 会能 大使 觉悟的 有此的好 何其 自信 能生 万法 万法 借轨 自信 自信 是我们的本体 我们跟万法 是什么关系 是一体 一体 是永远的 获悉 那么换句话 说 所有一切 争论 所有一切 冲突 包括战争 都是毫无 意义的 都是完全 错误的 违背了 自信 我们对自己 非常 庆幸 这一生 接触 大臣 几十年 时间 总算 赚出来了 搞清楚 搞明白了 于是我们 自自然 回归 自己 快乐 无比 那真的是 发席 充满了